本欄目由虫草清肺胶囊赞助播出 凡人游戏 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五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播打热心电话 6861 5868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他经营着一家农家乐 能力出众 渴望找到能够包容自己的另一半 这都是生活样的地方 然后后面都是我们家的农家乐 上面艾比塞洞 然后以下可以住107人 他脾气温和 包容心极强 其实我那个人把性格 是脾气比较好的一个人 然后对方吧 无论是性格怎么样 我都可以去迁就他 初次见面 两人气愤融洽 这个不错 实际上我看你 首先第一 就是这个是黑婆大一个人 不到半个小时 情况却为何急转直下 其实一般嘛 就得过不喜欢 真的 他俩肯定互相都看不上 又是发生了什么 让男嘉宾和母亲产生争执 虽然是说你不贪图她的钱 她不是有事 她不是的 但是你今后的生活 你不可能说你的生意一辈子都很很好 你跟我说话 小发的感情不会痛吗 我不得痛 我说的是话 最终 两人能否牵手成功 《法人游戏》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法人游戏》 《法人游戏》我们等你 爱情靠中取 无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法人游戏》 我是乡亲特派员于翰 现在参加《法人游戏》 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68615868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那首先要感谢虫草青肺胶囊 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去喘胸闷 用虫草青肺胶囊 首先 约翰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今天来的节目当中的我们的女嘉宾 为什么先介绍女嘉宾呢 因为从前期的了解 得知了我们女嘉宾是一位经商奇才 才20出头啊 就把生意做得风生水旗 那大家看到了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静云山下 因为我们女嘉宾的事业就在这里 虽然说生意做得好 但她的工作环境 让她接触异性的机会 却是特别的少 所以到了现在 至今还没有谈过恋爱 那所以今天 女嘉宾不仅自己来了 而且是全家出动 带来了很多亲友团 来为她助阵加油 那到底我们女嘉宾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她 大家好 我叫韩业 今天23岁 来的都是生活养我地方 静云山 然后后面都是我们家的农家乐 因为我儿子叫农瓜 因为我们爸爸的小妹叫农瓜 本期交友女嘉宾 韩姨 23岁 身高1米56 职业自营农家乐 月收入1万元以上 婚姻状况未婚 都进去看看嘛 农家乐我们开了 我们父母开了24年了 然后我都经营了 有七八年了 回来经营了7年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平时我都负责的意思 帮客人接待客人 安排住宿啊那些 都是那个 有几个房间 房间多 我们上面有栋 上面ABC栋 然后一下可以住107人 现在 上面的 那是其中一栋 对 我带来的农家乐 都是已经跟老父母住了 七八年了 然后也非常了解 因为我非常热爱那块土地 因为生长在这个地方 土生土长的经营山人 然后所以说 大多数年轻人 像我们那种 都选在除去武功啊 或者啥子 除去打工 只有我留在那里 因为我跟他父母住了 那个农家乐 住了六七年了 带屋头 然后哪怕父母退休 我可以独当一面 然后席节啊 或者是啥子环节 我都可以掌控 因为我接触的 心里人比较多 啥子人我都接触过了 所以说 比他们那些同龄人 实际上跟你要沉稠一点 女嘉宾从小就跟着父母 经营农家乐 现在已经是嫁经就熟了 而多年的经历 也造就了 她成熟稳重的性格 我的性格啊 比较大方开朗 也比较在生活 因为我平时喜欢出去吃啊 那些吃美食 所以说我现在的体型 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热美食 比较喜欢出去 上海摆个浪的 然后过去浪 大家好 我是那个韩依的娘娘 我韩依啊 我是从小看到长大的 那个玩意是非常的优秀 特别是 经营那个农家乐那些 对客人是非常好 另外啊 她是性格很开朗的 平常人喜欢出去刷呀 解释朋友啊 但是都是有语意 我们都给她讲 喊她说朋友好 现在她都不忙 一直都说不忙 我说的还是都是24的人了 管自己找一个合适的 把家来经营去 你不管她是做 什么生意啊 或者是其他什么 只要对的好 好 看嘛 我们那个 我那个子女呢 从来也没有耍个朋友 她但是 她看到男同 男同事跟她谈朋友的话 她脸都要飞红 自己也很不好意思的 就说找一个男同事 都说互相 要原谅她 特别是这个事情呢 都说她也没耍个朋友嘛 也没接触过外界的人事啊 都说她只是经营农家 那个嘛 这个还正常 但是你作为一个男士的话 都要大大地原谅她 特别是她的脾气啊 有时候呢 都互相都有一定的脾气 是吗 都互相要原谅宽容 特别是我们现在 要求她这个女儿呢 其实她爸爸妈妈 都是很老实的人 他们都是做生意 都做了20多年了 也不是她做一天两天 他们呢 主要是要找一个 对她们也很重视的 大家要一起做生意 一起一家人和母 都行 在父母和阿姨眼中 女嘉宾乖巧能干 但就是在感情方面 是一张白纸 现在的她 会渴望一段 怎样的爱情呢 我的最后要求是 相貌短正 热爱生活 然后平行短正 最好最重要是三观后 对我好 最主要是对我有包容性嘛 然后我有时候也要 耍小皮啊那些都要有包容 最主要是对木头的长辈啊 那些要好 因为我们木头年龄都比较大了 我们外婆呀那些都在事 所以说一定要对她 比较好才得行 然后因为我平时 我对我们的朋友啊各方面都很大方 然后不仅仅是钱 然后主要是性格啊 比较大大的的 不要不去消极那种人 好 来 邀请今天我们的女嘉宾 还有亲友团 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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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妹们 来 先跟光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哪个是呀 我是哪个女孩 大家好 我是女嘉宾 我是女嘉宾 叫韩姨 韩姨 对 还要听你名字 这样你来介绍一下你的亲友团成员 这个是我们表姐 然后这个是我们娘娘 我们爸爸的亲姐姐 为什么今天是这两位亲人来为你助阵 因为我们木头有客人 都比较忙了 我们娘娘还有我们表姐比较有空了 都跟她一起来的 今天谁又碰谁来 生意也是 今天生意也很红火 对 全身是受不了 那今天表姐是感冒了吗 因为我皮肤过敏 所以现在就只能戴个口罩 因为我觉得你选表姐来是对的 像刚刚我们女嘉宾来到现场之后 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 表姐一直通过这个口罩的便宜 跟她说怎么讲怎么讲 那平时表姐是一个可以很拿主意的人 对不对 我们那个妹妹她比较单纯 所以这次她需要我给她一些勇气和鼓励 那我肯定比她有逐渐一些 姐姐的这一番说辞 就知道了平时也是个特别能干的人 那其实来相亲 今天我有点直言想跟妹妹讲 就是毕竟我们今天是来相亲 还有也要上电视 从姐姐跟阿姨的角度来看 她妹妹今天是不是太素颜了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替她解释一下 我的妹妹她平时生活中就这样一个状态 那她希望找一个男孩子 也是这样子比较自然的 而且她如果今天戴妆本来是一种尊重 而且上镜也会好看 她还考虑到如果男嘉宾第一次相亲的话 就不能见到她真实的原貌 她觉得下一次看到会不会有一些落差感 她希望给她一个最好的体验 我们姐姐就是会说 但是你想第一印象相当的重要 大家都知道所有人都从第一感情认识开始了 对不对 那妹妹今天你看打扮得这么素颜 然后本来我们上镜你知道人的这个 在镜头面前这个妆容是有落差的 素颜跟美化妆完全出现是两码事儿 所以为了自己形象的一个负责 是不是也应该就是稍微弄一个 可以 我是建议 我是建议可以弄一下 要那个化个当妆嘛 就看起来好看一点 她没有建议她马上是穿得比较 因为我长胖了 我之前的预备就现在长胖了 她以前很熟 我要给她整个面 就是她曾经很熟很小亮 都像那种韩国美女样的 中华聊天不开玩笑 除了身高卖有时 她其他中华都是OK的 都是 反正那个找到她 我能不能跟她们以前的照片 我好好奇啊 可以可以 我一定会把她当年研制 点封实习照片给你们呈现出来 希望你们对她有信心 不过现在就这样素颜看 也是很有底的 对不对 素颜不差 对 在特派员的建议下 女嘉宾表示 愿意先去化个淡妆 并换套服装 女嘉宾改变造型后 会有怎样的变化 今天的男嘉宾 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她们两人能够一拍即合吗 大家好 我叫胡皮 来自重庆火船 今年29岁 我身高一米 然后有两套厨房 然后跟两个朋友合合 经营两个娃鸡 她们月收差不多是 8000到15000 本期交易男嘉宾 胡平29岁 身高1米65 职业 娃鸡经营 月收入8000至15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平时都是跟人家朋友 一起出去 吊海鱼 爬山 然后差不多走出去出去 到时候转二转二 性格还是比较活不开朗的 然后跟那些朋友 基本上都活得转 我的性格比较大方开朗 也比较在生活 我最近在学吉他 然后学了一个多月了 然后都是那个 做一个时候 和想搭配和气氛 不能够顺畅 等我多练习一段时间 给大家展示一下才 男嘉宾性格开朗 热爱生活 这一点跟女嘉宾是不谋而合 那么在择偶要求方面 她们又是否符合彼此的要求呢 我都想找一个 张相一般脾气比较太怪的 然后比较孝顺的就可以了 对那些老的啊 父相的老的啊 他们的外婆那些 八十脚 她都是很尊重的 也很有贼人感的 她都经常都说的 娘娘 我绝对要孝敬的 其实我那个人 性格是脾气比较好的一个人 然后对方吧 无论是性格怎么样 我都可以去迁就她 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可以在两个人在下 主要是靠 互相迁就和保重 有保重心嘛 我有事也要刷小皮啊 那些都要有保重 然后我就想找个妹子 差不多是二十到二十五之间都可以 或者是跟我年龄相当 然后是未婚那种情况 都比较不错 然后身高吧 都是一般就行了 因为自己相互匹配就行了 家境就无所谓 就是我想长一个那种 两家人比较好相处的 因为周围接触的人比较多 那种夫妻不合选 靠调我自己的路 我是扶贫的妈妈 我儿子找的女朋友啊 她以前找的两个女朋友啊 自己人个子不高 要求啊都是 又嫌我儿子长得不高了 都要自己一米五 要找一米七五以上的 再谈活谈活啊 她都觉得我儿子不帅不高 好 男孩子都要找条件又要好 男孩子也要长得帅的 各个方面都要很优秀的 所以说才导致今天的 警道没有找好和事的 你听我说 中共说那三个 中间有个是我们合成欺负的 他们俩都是高杆子的 然后再去太累了 她是不管也不支持 但是她都要求你的 要求对你的要求特别的高 你都觉得自己 都说跟她两个再去都觉得很累 达不到她所的要求 所以说都分手了是吗 不是 开始的时候多好的 开始的时候好 慢慢慢慢的她都不一样了 她都觉得 但是现在我们儿子找女朋友啊 都只不需要长得很高 都是说和她找个一米五左右的嘛 都行了 我们是那种能吃苦耐劳的那种 儿子嘛也是很轻快的 也是比较踏实的 不在外面缺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谎 也不缺和人家有啥子 任何的那些非法的行为都没得 都是很优秀的 她还比较听话 她唯一的都是在工地上接触的那些人嘛 回家的时间比较少 她在事业上啊 她还是比较很吃苦耐劳 很勤奋 儿子 你应该还是不要 要有点自信 要有自信 咱们家也是有两套房 有车 还是要找个脾气性格比较好一点的 妈妈相信的 有自己的能力 能够找一个喜欢的好女孩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女嘉宾 我们的靖云山农家乐少女 从小就是伴着这个农家乐成长起来的 也非常有经营的经验 而且因为见多识广 也是比一般的同龄人要成熟很多的 我觉得这个妹妹呢 外形应该说是不错的 皮肤雪白 五官清秀 唯一的问题 大家看到了 有点微胖 确实身材管理如果做得好一点的话 肯定比现在颜值还要提升高很多的 至于我们的男嘉宾呢 也是个耿直boy 带着自己的妈妈一起来 说到过去呢 也是操作这个手 这个姿势就表示 对过去的那个经历 非常的不屑 你看那些女人竟然嫌弃我 开头都是好好的 后来就开始 觉得我这不行那不行 也是受了一些感情的伤 我注意到一点 男嘉宾的妈妈很漂亮 男嘉宾你真的是只局部遗传了妈妈的美貌 如果全部遗传就好了 但是我也仔细观察了 男嘉宾的问题跟我们的女嘉宾是差不多的 都是在身材管理方面 做得不是特别到位 男嘉宾也是开始年纪轻轻的 你看看这个肚子 这个脸 也是咱们下了节目之后 也去健健身 把自己的身体 好好的锻炼起来 相信男性魅力值增加之后 你对女生的吸引力会高很多的 那么看一下 今天两位相亲的结果会怎么样 这样看来 无论是从彼此的条件和走偶要求 两人都是十分匹配的 现在的女嘉宾 也是在精心装扮中 她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经过一番化妆换妆 女嘉宾是越来越有魅力 而就在女嘉宾换妆之时 男嘉宾的妈妈也是来到了约会现场 她又会有着怎样的打算呢 她有点紧张 她不好意思 有些她比较 你说她雷向 她也不算是雷向 她觉得她还是要有个人陪到她 她要单纸打点 单纯你跟她转个单 肯定是想跟我考察 还是那个女嘉宾 那所以呢我们编导 就特别安排了提前 让你儿子跟女嘉宾先不见面 你去跟女嘉宾的姑姑 因为他们也来了家里人 也很重视 所以先从两个长辈 从你们的这种角度出发 来了解了解 先聊一聊好不好 好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们还心里更有苦一点 阿姨进来坐嘛 我简单介绍一下 旁边这一位是我们女嘉宾 那个韩依依的姑姑 就是我们男嘉宾胡平的妈妈 两位长辈打到线上 你们先来一个招风 好 先偷偷地好不好 两位有什么可以先聊一聊好吗 好 你爸要比我小一点了吗 我六八一点 那小小小好多岁 我四岁了 满了不是了吗 我们我要比你大得多 那都时间了 哎 我就说你们要人是 现在你们都住在河川是吧 哎 我们住在河川 嗯 我们都住在这个北北 那个金银山 我那个资料都是住在金银山 但是你们不去几个玩吗 都一个 就是这个多一家 我们以前在西安 他们住烧烤 住夜市 住了十七年 去年是四月份才回来的 回来都是因为玩这个过程问题 金银山没有处理好嘛 大人有点操心嘛 都回来了 回来了现不见得不得玩 我和他爸爸两个 我们都找了份工作 找了份耍耍活路再做到 你也不可能做到 去哪儿去吃啥对不对 对不对 我说两只上点班嘛 够生活费嘛 玩他带住他的 我们两个都过上 玩了转载 他是搞挖掘机这个行李 他和他们的朋友 几个朋友和我战股那种嘛 好 投资的有两个挖掘机 还有那些木头的房子 我认识他很多没说 把你去乡的房子算什么 我们是县城的房子 都不存在 不存在 有两个房子 不谈家庭不必 家庭好贴 只是他们留了一个缘分 都是只要看他两个看得对呀 我们也没孩子要求的 他们兄弟兄弟媳妇都是老老实实的 做生意的人 他们也没话 我那个子女儿也是 又不化妆又不扎扎 都是一般杂拔的事 他反正那时也不太假 不像那些驴儿 穿了腰的腰 都是很普世的 个子啊 一米不几也不是很高 反正那时一般话 一米不几也不是很高 反正那时一般话 他都是害怕 像你们家庭条件好比我们好 到时候他说你都怕 到时候又压力大 那个美男子的都是缘分 我兄弟和兄弟媳妇说的 找一个合适的能够日子的 主要是要够日子 一家人合合目目的 不想到啥子那个钱的问题是吗 男女嘉宾的亲友团是相谈甚欢 看来双方都是挺满意的 聊天过后 两人也是立即将了解到的信息 反馈给了两位男女主角 他看过来也不是说 从以前那种想象 你能够反正不好相处 做生意的人比较豁大 那个门也是很踏实的 做啥子都很这个 他说我只知道 看你们两个看相处 他也他们两两也说是 没啥子的 他说觉得我们两家条件 都是那种很踏实成奇的家庭 他说还是不要有以前那些顾虑 好像考虑那样考虑那样 那门也是个 他说不是那种外头那种 要不要路那种 是那种踏实过日子的那种 看你要好好地相处 他们两人也说 没啥子的意见 他说只要你们愿意 两个活得来都行 好 那个胡萍听得论何声的 一个叫人在笑 是不是最大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我就是担心 对方父母不能够好相处 可能有多他有点事的 所以现在大的情况 妈妈是已经全都打探 看清楚了 而且也是放心了 所以现在还看你自己 因为感情的事 得自己去把握 对不对 所以马上就要跟女嘉宾见面了 现在有没有准备一点什么 准备什么 咱们还没准备 还没有那个 我也好不认 你宝贝头有已经准备好了 你还在车里面 车里面准备啥东西 我拿那个死花了准备 什么 准备的东西字你不认识是什么 什么玩意 什么玩意 那三五两个 西方北什么什么点买的 那你都不知道是买的是什么吗 我想说 不知道 上面的这个直播不能够认识 那现在呢我们也给你跟妈妈单独的一点时间 你们俩自己再商量一下 包括妈妈有的话肯定私底下还想再叮嘱叮嘱你 这个时候我就带着女嘉宾的姑姑也去跟她说一下好不好 去反馈一下刚刚聊天的结果 好吗 好 现在呢看我们的姨姨已经化完妆了 从头到脚这个焕然一新 那其实刚刚在你这边化妆的同时呢 姑姑也去前方打探了一番 俗话说这个姜还是老的辣 就跟那个男嘉宾妈妈聊了一些之后 获取了很多讯息啊 所以现在啊阿姨赶紧跟姨姨交代一下 男娃来姨姨怒 我觉得身高啊你两个还比较合适 女儿是谁 男娃大我说不算大 她那儿懂事些是吧 懂事些 她就是想遭一个比她年龄大的 我们这次相亲是非常的特别了 两个当事人还没见面 倒是两边的长辈先聊上了 聊来聊去 了解了一下对方的一些家庭情况啊 成长轨迹啊 大家都觉得嗯很满意 特别是我们的男女嘉宾的家族里头 都是做过餐饮的 所以共同语言呢也是相当的有 那么通常来说 两个人看对眼了还不行 要双方家人都看对眼了 这个成功几率才会高 那么今天呢是反其道而行之 长辈这一关是提前过了 那么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是否会一切都如长辈所愿 顺利的签手成功 先看看背影 然后给我你的感觉 你猜测前面有三位女士 背对着我们觉得是哪一位 左边第一个 左边第一个 阿姨觉得是哪一位 我觉得是中间那个 中间那一个 你看两个都是年轻的女孩 都有可能 那如果说你猜最左边的这一个的话 给你的感觉怎么样 看背影 可以说实话不吗 当然是说实话 我觉得可能不让个合适 不让个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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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背影你觉得不合适吗 不让眼缘我掐字掐字都合适 掐字算了 你怎么没看到的掐字 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没有眼缘 你现在 眼缘是看到人家的脸 哪里的脸 你现在正眼都没瞧见 怎么可以知道眼缘呢 你就看个背影 阿姨 我这样问你 如果说是我们的女嘉宾是 你儿子说的最左边的这一位 您觉得看背影如何 背影 背影看不到人 人的胖也不算胖 还是算可以 我估计可能是中间那个门 背影确实决定不了眼缘 还不如走近了 去把眼缘看看再说 你觉得怎么样 好 这个最左边的那位 是今天的女嘉宾吗 就算是女嘉宾 那你想怎么回应她 都能直接专身都给她看了吗 还是像微浪还是她 微浪看了 看了嘛 好麻烦的 两位女生的态度截然不同 你欣赏哪一种 眼看马上就要见到女嘉宾的 庐山真面目了 男嘉宾却表现得十分被动 在特派原和妈妈的提醒下 她才开始为是吃货的女嘉宾 拨起了水果 女嘉宾会接受们 好吃就转身 不好吃就不转 3 2 1 好了 那现在我们女嘉宾 其实我判断 早就想转身 不想为难男嘉宾了 对不对 对 我来正式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不忍心的女孩 就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韩依很好听的名字 一个很能干的女孩 自己操持着生意 一个人就是没有时间谈恋爱 好那这边是她的姐姐 以及姑姑 如果接下来的沟通交流 还是很重要的 怎么安排 刚刚妈妈也叮嘱了好多 我们打架一起吃个饭嘛 那里呢 都哪个天呢 邀请你一下嘛 来 好嘎啊 我很小心 大哥 这是我的 我他们那个节奏看起来很小心 比你还小啊 看起来 我没有多带水 我吃什么吗 你都可以问 看你 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双方对彼此都似乎显得 有些陌生拘谨 在他们两人心中 对彼此真实的想法 到底是怎样的呢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感谢虫草清肺胶囊 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去喘凶闷 用虫草清肺胶囊 刚刚看到的第一感觉 第一感觉如何 其实一般嘛 真是一般 长得就是一般 对 那你看他刚刚 跟我预期的差 有一点出入差距 你这个差距的 对 那综合来评价一下 就是刚刚简短的一个见面 我相信你看你做生意 都那么久了 看人的话 应该还是对不对 还是见过很多人了 自己有自己的判断 那你觉得这个男孩子 他的体配值给你达到多少 六十吧 百分之六十吧 刚好及格 嗯 好 来 妹妹来 你不要把我收的也差 好 首先我想问问姑妈 因为之前呢 你有跟男嘉宾的妈妈接触过 听妈妈就是介绍了一番 好像很好这个孩子 那刚刚看到的第一印象 是不是如你了解到的情况那样呢 不是 我不觉得我不喜欢 真的 我说真喜欢 我不这个 不是什么 看人家玩的说话 不是那种很这个 说话哪里不对 老口吧 比如说他刚刚的那一句 你觉得不说话 特别说这个 说的呀 可能比我小一点 大得来说话 总觉得我觉得说话 是觉得他太 说话 欺负吗 不是不是 是怎么了 不太懂事吗 哎呦 啊 也不是有 我都说不出来 你感觉吗 你感觉吗 自从去感觉 毕竟也不太了解 和我弟弟也看不起 你跟我说这一样 嗯 我也觉得 那时候我说老实话 嗯 是来不得看 妹妹呢 妹妹觉得从 你看你们年纪也相仿 然后你的角度来看呢 嗯 我觉得因为 像他这种类型的男孩子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就外形哈 只是外形 那刚刚初步 就让他跟女嘉宾互动一下 这种 嗯 他似乎显得不那么主动 所以我作为一个姐姐来讲 我希望男方是一个主动一点的 呃 样子 因为女孩子不可能特别主动 对吧 嗯 那在这个环节上 我仅仅是这个环节 觉得他不太显 仅仅这一点哈 外形 如果说哈 严格来讲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追求的 那我作为对我妹妹的一个想法来想 我希望在他这个基础上 还能够再往上优异一些 可能我妹妹会比较能够跟他相处的下来 因为这样子的状态 我感觉那个男孩子我妹妹不是那么喜欢 但是从你的角度来讲 因为从妹妹的角度来讲 你觉得还应该再高一点 那从你的角度来讲的话 你说他们两个可以继续了解一下吗 就是这种 呃 以我的了解我妹妹应该只是 他他这个人非常客气很随和 那讲的可能比较的怎么讲 温和一些了 那我肯定就直接一点 他俩肯定互相都看不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怎么讲 人相方人就有一个气场 他可以互相吸引也可以互相排斥的 那他们觉得合不合适 其实他们两个人最最懂最明白 那第一次刚刚这种 呃 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环节 但实际上我觉得男嘉宾他 呃 可能从直接上演 没有对我妹妹有多大兴趣 那我妹妹接下来 刚刚给他的一个初步印象 包括他给我妹妹的一个初步印象 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眼神的交流 也没有更想了解的兴趣 所以我就从这点上面觉得就 根本就没必要在 在在那个接触 这样显得会好一些吧 本来都没这个意向 就不要去勉强他们 都是年轻人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知道了 这边的一个大概的初步的印象和情况 那这样你们也可以再交换一下建议 我们也去了解一下男嘉宾里面的情况 见面之后 女嘉宾和亲友团对男嘉宾印象是大打折扣 而此刻男嘉宾和他妈妈 又会对女嘉宾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我感觉没有什么影响 不是都是很普通普通的 普通的一个都是个卢伦家卢伦仪 也没什么言源 准备放女嘉宾的外形看起来是不是 那你没有觉得他性格蛮好的吗 没发现 你现在还想不想继续跟女嘉宾 因为你毕竟才见一面 还想不想继续你深入了解一下 我觉得学不错了 那你刚刚外子要提 请他们去吃饭了 我没说他们老朋友们 你刚刚说吃饭 我说大家辛苦了 然后现在吃饭认识一下 然后都能够了 我觉得呀 我都是觉得不挑 我觉得这个门啊 选择是看心相上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一看她的脾气性格 也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要的呀 我日子她说她和她感觉 第一感觉 每天好像都像你们说的演员那种嘛 所以说她都不当想和她两个聊了 那你觉得女嘉宾的 有外形的是怎么样 我对外形的方面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我觉得人品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脾气性格好很重要 我觉得她是个日子很重要 然后我跟她说了 她觉得她说 主要还是要看她 她就不要看重外形是吧 她的前几个女朋友都长得很乖吗 都是偏瘦性的 而且女嘉宾之前瘦的时候 照片很漂亮 我以前也很瘦 真的 你以前说你瘦的时候也很帅 是啊 每个胖子接下来都长得很精致 你知道吗 嗯 什么精致 你说以前长得很精致吧 哈哈 你在干嘛 还是在 真的吧 今天我开试的 天天好业 今天都好业 她吃了都做了 起了她手上把她喝了 她做三百五种 把二手放不下开挖子了 然后到前面买尺串自己跑 傻兵骂九龙朋友 好多天圈都跑的 我对结束上根本没得什么障碍 我是圈子太小了 哦 你这个意思说 平静人你其实可以找到 很好的女朋友 这是就是圈子小了 对啊 你没看刚刚你们那个 我打了个妹子可以打花 我哪个妹子是有男朋友 你哪个有男朋友 你每次打了花 那是她们做蛋卷的 她跟她打死那个 你家是找到妹子的 你没看到我做的 她不是 她是了解和别人 聊沟通什么的障碍 她是说的这个意思 我以前还学过来做蛋卷的 虽然男嘉宾表示 对女嘉宾没有演员 但妈妈对女嘉宾印象 还是挺好 接下来她也是开始 劝说起儿子了 你找的都是奸化的 我都说 我爸想不到他 你找的都是奸化的 你看你做生意经历了 好多人见了好多人 那些人是个还是长相 那些人从一句话说 都不晓得他是不是奸化 是不是他种可刻薄的人 跟你说你不听 别个说连自己在外头 看了你也在舞台 放得不得安安心 你那个一天 今天就要早上摸 早上摸拾的去扰 那一个明天就要扰那个 那钱就要走了 后就要想她的干大战 是不是 说得不好听的话 你找那个十摘妹 好得很嘛 帮个那个绝 虽然是说你不贪图她的钱 她不是有事她不是的 但是你今后的生活 你不可能说你的生意 一辈子都很合 像我们一样做了十几年 生意说不做都不做了 经纪来源都没得以前能够了 真的那个妹 你跟她打扮她头发那些 你重新租衣服那些 真的说以后她能够刷成了 租 你都爱着她看那些妹 你竟然懂 在上场一头转了一圈 没看到几个漂亮妹 你都是她处备 都是打扮得好 穿造得好 你跟我说话 你感觉不会痛吗 我不会痛 我说你死话 你先说下话 你自己没关系的话 我都觉得这个妹 她都是她死人 她都能够 敢不敢 你没跟我说 她都是手 你也不要跟她打扮 那个不切 那不容易 那不容易 那被累穿 没想到 没想到我们的长辈们 互相看对眼是完全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的男女嘉宾 彼此没有看上对方 女嘉宾觉得男嘉宾 距离我心中想象的 预期的那个人 还是有差距的 表姐也是说真心话 我觉得我的表妹 可能不会对男嘉宾 有任何感觉 其实就是没看上 而我们的男嘉宾 就更直接了 男嘉宾之前 那个游游郁郁 扭扭捏捏捏 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她看着 那个三个女生的背影 生怕那个命运的雷 会落到自己身上 结果真的是被雷到了 妈妈的一番这个 对话也是听得人好心累 因为阿姨的这种择偶观点 就是很多中老年人的那种 特别踏实 因为经过了一生的 这个风风雨雨之后 就知道什么颜值 什么身高 外形 这些都是空了催 最后跟你过一辈子 你绝对死了一个人的人品 一个人品好的温暖的人 才能够长长久久的 这样走下去 所以妈妈的观点 是非常踏实靠谱的 但是我们的男嘉宾就觉得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是想要一个美人的 你看看我以前的女朋友们 虽然很多 虽然她们都看不上我 但是我喜欢的就是那种类型的 那么我们的男女嘉宾 从一见面开始就是 完全没有看上对方 今天的相亲还能继续下去吗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感谢虫草清肺胶囊 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去喘凶闷 用虫草清肺胶囊 妈妈的苦口劝说 并未让儿子改变想法 男嘉宾更是表示 不愿意再继续了解下去 无奈之下 男嘉宾的妈妈 只有代表儿子 却跟女嘉宾和亲友团解释沟通 其实她也没得儿子和这个 她都是觉得第一印象看起来 妹儿不当会打扮 她觉得没能看这个 她其实她都说你说 她看起那种有点强那种 有点看不当气人那种 对人不尊重不礼貌 是平时她工作当中 对于那些老板那种 尤其很傲慢那种 她也要做起那种 和那种的样子 都有点习惯性 再加上啊 面对那个镜头呢 她也觉得更加 好像有不好意思 面对你们好像很紧张 所以说她都往一边看那种 她其实也不是说那种 看不起那种 主要是我的看法的话 我还是觉得 她是个踏实人 本分人 不太打扮 我刚才都说两句 人嘛都三分长相 七分打扮 她主要是把头发一做衣服 穿戴合身戴体的话 也是很漂亮的 我觉得她那个五官上 还是长好了 是啊 很清静 我觉得真的 因为我 不是说像别的那些 长得齐心观想的 口面完颜的 她是这种 有福气的一张相 来 阿姨你看看依依 瘦的时候的照片 多漂亮 青春的小妹妹 对啊 一会儿给你儿子看看 拿去给他看 拿去给他看 现在给他看 她那个样子的看嘛 完全是一个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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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门来 我都说 我也是当娘来 那个外哥说 她说 这位朋友 反正撑都撑 不撑都算了 反正那是 他们两个愿意 留电话留下 交流都行 是什么 我都是直接聊到你说 年轻人 他们也有过 你发展有过 你想法 能够把门的电话留下吗 留下可以嘛 没得是 我回去再说 好 那两位阿姨就慢慢存电话 你们四地下再联系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男女嘉宾的相亲 就告一个段落了 最后肯定是牵手不成功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个人是为一一 到目前为止这个感情 没有着落 还是感到很担心的 所以呢 我们编导也是赶紧的给他 还是物色到了那么一位 符合他现在要求的男生前来相亲 那到底这个人是谁呢 会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这样我们把一一请到我的身边 为了避免像今天上午的那些情况 不愉快的情况发生呢 我们先通过视频的方式 来让两个人见见面 先看看有没有感觉 好不好 来 我们把一一请过来 因为你不是喜欢哪种 还是有严子的伞 我们编导啊 真的是 反正游戏的编导啊 那能力真是不摆了 都瞄了一眼 这样 我先给你看个小图 觉得怎么样 可以 可以 我放大了给你看 看清楚物观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对啊 看起来无关短正 也有那个高 身高也合适 身高各方面都很合适 看起来 无关也合适 我看到这个姑姑 在旁边已经是按捺不住了 想不想看姑姑 来 站中间 看看照片 姑姑一直在看 看近一点姑姑 先看见我小图那儿生 哎呀她做了个罪行 这样子 这样子清楚一点 来 看起来还是可以 将就看还是看得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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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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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不是上过节目了 比较一下 这上过吗 什么上过 这上过节目吗 之前上过一次 不是说有个 我天天看反正游戏 哎呀我是你们粉丝了 都是她 见过的 怎么样吗 你觉得 你看过她往期节目 觉得怎么样 我都觉得看起来 四十五年 可怕是可以 比较你可怕是可以 来 姐姐 在这里有一个 来 我们全部占到一起好不好 不好看这样 四川光安死去的吗 光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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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光安死 还四川生的吗 我觉得她形象没有问题的 对 就是看如果形象没有问题的话 会接触 而且我们为了避免 就像刚刚那样见面 有些不愉快的话 可以提前视频 两个人先聊一聊再说 因为她们都是年轻人嘛 都是看言语而举动 那行 那我们就先来试 那先吧 给我介绍哈 我身高好重好高 要说一会儿 面对别个说的 看得不舒服 好 绿郎哥们 你好 朱海 我是那个相亲特化员于翰 你好 是这样子的 因为刚刚我们编导 已经跟你沟通过了 对不对 就是你的基本情况呢 我们也跟女嘉宾讲了 好 但是现在为了避免哈 就是大家多耗时耗力 所以现在呢 需要你跟女嘉宾 就是单独视频 沟通一下好吗 好的 好 来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女嘉宾 依依 你好 你好 需要我给你们两个单独的空间聊 我走开 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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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工作 年龄那些 他都说了 他都不说了 然后就 我这个人就遇到那种 太老婆 摸摸的后 很希望大家完成一篇 不晓得你啥东西 还好的话 就是像你说那种什么 吃饭 女友 美食那些 我也是比较喜欢你 那种 我觉得我们 还是有嘛 好 那依依你来问 你想问什么 嗯 问点什么 不嘛 像我妈人家都说 你要坦诚不公所吗 我不是很喜欢 去打扮那些 你介不介意的 最主要吃 因为我平时不可能休闲 因为我平时比较休闲 好一点 对头 要说打扮这些 我才喜欢 那你喜欢你是女生素颜 还是化个妆 她今天化了个胆妆 有胆妆吗 就等一点就是 嗯 那你觉得我们妹妹 她目前现在 你是不是你感觉 还可以再一次结束不满 她暂时 就还没深入了解吗 你以为她是觉得 她比较单纯的 比较三年 那你觉得我们一一胖不胖 我嫌不嫌弃她胖 她龟嫂 她看你不是 刚刚跟珠海聊完天了 我们视频 虽然一个短短的视频 我就发现了 一一的秘密了 现在变得娇羞了 突然之间 那个小女人的伴就有了 那种感觉 你会发现没有 摇摇摇 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比较可以这个 还是比较可以 还是比较可以 你看自己真的心没心动 心不心仪 第一反应就感觉得到 那刚刚那个姑姑也看了视频 怎么样 可以看一看 要不能接触 她能够接触的小弟 看羊儿来 看羊儿来是可以 还是可以了 我也放心了 我觉得就我妹妹 应该会喜欢这个类型 喜欢这样一个类型 有希望 有希望会是 她们两个在哪里考虑 那现在呢 也算是柳暗花名誉村了 不管怎么样 至少这也是一个 很美好的开头了 又是一个 我觉得来烦人有喜 不管相信成不成功 至少让依依 这种没有恋爱经验的女生 也学习到了 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 怎么样去跟异性相处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收获 对吧 通过视频聊天的沟通 两人是相谈甚欢 对彼此印象也是大好 并相约三天后约会见面 这次两人能够擦出 爱的火花满 我们也会在近期的节目中 播出两人的相亲过程 敬请期待 好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出现了一个福利 是我们的编导为女嘉宾 现场连线了一位 有可能会成为她的 下一期相亲对象的男嘉宾 让我们的女嘉宾先看了一下 哦 妹子一看手机里面这个头像 哎呀 一下子方心被打动 她觉得 哦 这一款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甚至还说出了这样一句 下定决心的话 哎呀 我要开始减肥了 通常女生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她最近有一个宏大的目标 其实我倒觉得 妹子 我们不一定说 是为了去相亲相这个男生 我才去减肥 而是减肥对于我们女生来说 它是一个长期的功课 除了美观之外 健康也很重要 当你把身体 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体重的时候 你会发现精神也好了 身体素质 各方面各种指标都好了 不管怎么讲 我们的节目真的是一个 非常具有健康意义的节目 会让大家努力地变成更好的自己 好了 在节目的最后 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想要脱单的话 就赶紧播档凡人游戏的热心电话 68615868 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同时呢 还是要感谢 虫草清肺胶囊 对于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凶闷 用虫草清肺胶囊 她专程从海外回重庆 参加凡人游戏 不是在国内 我是在国外 我过去工作大概有一年左右 到现在我是回国书家了 遇上阳光爱运动的她 却为何这般害羞 她脸都红了 她没有谈过恋爱吗 我不好意思 才刚见面 她为何就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我们俩可以一直把食品开到前 然后睡觉也开吃都可以 谢谢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两人对彼此的态度 发生180度大转变 差点感觉 如果说我现在 没有她预想的那些东西的话 那是否我跟她谈话 都应该一次结束 又是什么 竟让女嘉宾说出这样的话 我觉得人和感情 都是建立在我这上面的 女嘉宾父亲的助攻 又能否让她重拾 对男嘉宾的好感呢 但是我说这种人好管理 女人就是要找一个好管理 管理来的 凡人有喜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有喜 我们等你 要 participation 哦 看起来 我们等你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